被誉为米饭神托的酱螃蟹 你无法想象 韩国人对他的喜爱 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凭借独特的口感圈粉无数 甚至许多女团练习生 也是他的忠实爱好者 大锅里谁煮开 往里倒入三大桶海鲜酱油 接着各种配料拼命往里加 而且每家的配方都不一样 酱螃蟹好不好吃 这一锅料汁可是关键 小火熬煮一个小时 待时间一到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便可以将里面所有的食材 捞出来丢掉 此时食材的味道早已浸入酱油里 不要以为这就完事了 还需用滤网锅一遍 这些腌料会统一放到水池里 用凉水冰镇半个小时 趁此时间将螃蟹清洗一遍 待所有的海鲜都处理干净 便可以装到盆里 依次摆到工作台上 接下来重头戏来了 晾凉后的酱油 倒入装油海鲜的塑料盆里 直至覆盖住所有的螃蟹 放入冰箱冷藏24个小时 才可以吃到它 做好的酱螃蟹 就可以端到餐桌上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蟹肉呈现透明状 入口滑嫩Q弹 所有螃蟹都是采用花蟹的母蟹 饱满的蟹黄更是彰显出 它的与众不同 经过酱油的浸泡 早已完成了华丽转身 没有一丝腥味 而蟹肉和米饭搅拌在一起吃 才是将这道美味推向了巅峰 仿佛肚子永远甜不饱 即使吃上十碗饭 也不嫌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